开幕加牛横游行正式旗袍 院长赖清德西首市长陈菊 共同为2017高雄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揭开序幕 更骑着电动三轮车游街 但游行焦点全摆在他 超可爱的六米糕巨型奇手玩偶 让人不注意也难 原来银行业者为了响应节能减碳 特地动员志工员工们共襄盛举 要用行动表达对绿能减碳的重视 那今天是这里的开幕仪式 我们想说这个游行也非常难得 我们就邀请我们高雄南部地区的 分行的同仁参与这个游行活动 主要是让大家有这个 节能减碳的观念 清一色绿色装扮搭配低碳运具 以步行的方式支持绿能交通 吉祥物也受到大小朋友的欢迎 因为高雄有想多可以节能减碳的一个朋友 大家一起参与可以爱地球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将于10月1号起 一个月内免费提供民众体验轻轨 电动机车等低碳交通运具 想试试也想看看超Q吉祥物的你 绝对不能错过